七招简易除霉妙方 家里霉变的问题可能是由建筑材料本身,气候影响和缺乏适当通风所造成的。 发霉令人不舒服而且对你的健康有危害,因为它会促进霉菌的生长,并让满虫、灰尘和恶臭的大量滋生。 结果就是,它在墙壁和角落留下丑恶的污点,经年累月下来,你的身体可能会过敏和呼吸困难。 它也会使油漆变色及变质。 幸运的是,有一些全天然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移除发霉以防止更严重的问题,并使受影响的区域看起来和闻起来像新的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不得不用化学制品之前,七招最好的全天然皮部来消除霉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白醋。白醋是用来消除加里霉斑和霉菌最好的天然产品之一。 从浴室的墙壁到衣服甚至厨房,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事实上,虽然有难闻的气味,但白醋却是消除必处理霉斑和霉味的最佳解决方案。 3. 材料。 白醋。 半杯。 水。 杯。 喷雾瓶。 一个。 使用方法。 用水稀释白醋,倒入喷雾瓶中。 摇动瓶子然后喷在家里的煤斑上。 等它前。 每天一次,重复一个星期。 如果遇到真的很顽强的煤斑,直接用醋不用加水。 2. 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是防止霉菌、满虫和其他杂质累积的简单方法。 空气循环有助于自然前噪,改变真菌和细菌繁殖所需的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想要去除室内不好闻的气味时,要让空气流通。 3. 不要把屋子藏起来。 许多人把家具和其他物品放在墙上的屋子前面,试图把它们挡起来。 问题是,覆盖这些屋子会阻止空气循环并促进霉菌生长。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家具远离屋子,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让空气流通。 4. 不要在室内晾衣服。 导致居家霉菌生长和臭味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把室衣服挂在室内晾前。 这会吸引霉菌,导致衣服无法完全前噪,留下难以消除的难闻气味。 5. 小苏打。 另一种消除霉般和异味污渍的经济实惠现象就是常见的小苏打。 小苏打是一种非侵略性的材料,具有抗菌和抗针菌的特性,并且非常能够吸出异味。 使用方法。 在发霉的地方擦一点小苏打,放置两个小时。 用刷子刷除。 你也可以尝试放一点点在几个小容器中,放在容易发霉的壁橱里。 6. 海盐。 海盐。 海盐是一种天然成分,可以帮助消除密闭空间里的霉菌。 用来消毒,中和强烈的异味,防止黑霉般的形成。 使用方法。 放一点海盐在小容器或袋子里,然后放在壁橱里。每月更换一次。 彭杀。 彭杀具有杀菌的特性,但与漂白剂等产品不同,它不具有侵蚀性而且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不只在居家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我们更要知道它是解决煤斑非常好的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彭杀时请务必戴手套,稀释一汤时在两公升的水中。 用刷子涂抹受霉般影响的范围,放置半小时,然后用浅镜的抹布擦拭。 正如你所看到的,对付加力霉般的累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依照本文中的每个建议,就可永久告别霉般和霉菌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